早些年间 武阳县有个男子叫苏衍 其母和士生他时已经年于四旬 在他出生后不久 其父又忽然染病顽固 是母亲和是独自一人 含辛如苦将他拉扯长大 长成后的苏衍非常孝顺 不忍年于六旬的母亲操劳 想着找个差事 整些银子奉养他老人家 谁知也为他的相貌 从十几岁开始就各处去问询 竟没有一家愿意请他 那这苏衍到底生的怎样 为何别人要对他避而远之 其实吧 他的长相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 那就是贼没熟眼 苏衍个子不高 晶晶瘦瘦的 只是天生一个小脑袋 再加上一双小眼 尖尖的下巴 短短的眉毛 要不是他能站着行走 简直就跟个大老鼠似的 虽然长相科尘 但他的心地却并不坏 但人家第一眼就被他的相貌 吓住了 谁还管你心肝脾肺是如何 故此 苏衍到了二十岁 却一直找不到诗座 自家又没有田地种 眼看母亲已经满头白发 却还要织布养活自己 苏衍心如刀绞 却又无能为力 极致后来 其母因操劳过度 眼睛激进 全忙 看什么都模模糊糊 再没法干活 母子俩只得坐视山空 过的几天 家里的米缸就结了底 苏衍不仁母挨饿 心里暗暗做了个决定 于是便跪在何时跟前道 母亲辛苦养大孩 早该享清福 怎奈孩面貌丑陋 天下之大 竟无一人怨请我 如今山穷水尽 孩儿也顾不得许多 少不得要做些下流勾当了 只是行事之前 特来禀报母亲 何时听后 正在要劝阻 却又听苏衍道 孩儿再不计 却也是男子汉大丈夫 若不能奉养老母 即便死也不甘 这话一出 倒是较合适 好不酸楚 他知道儿子本性善良 不是做奸犯科之辈 如今欲走这一步 却是为一个孝子 劝阻的话再说不出来 当下只是常态一声 叮嘱道 我外事小心 要说这苏衍 打小身手敏捷 自学了一身高超武艺 飞檐走壁自然不在话下 如今为了养活老母 便打定主意 要仰仗这身本事 做个翻墙 越挤高来高去的飞贼 浑口饭吃 不过动手之前 他又寻思道 我做此等下刘氏 不过是为了奉养母亲 若是把别人辛苦 挣来的钱财席卷一空 叫他一家老小活不下去 如此岂不是伤天害理 想到这里 他便给自己定下规矩 欲才无论多寡 只取十之其一 绝不多拿 如此一来 于己可以养活老母 于他不伤其筋骨 自此以后 他果真照规矩办事 虽然做了几起案子 但苦主念 他还有些良心 倒也不追究 再加上他手凳高明 来无影去无踪 久而久之 倒是博得个云中燕的称号 近来在家泄了几日 眼见又要揭不开过 想起先前在市集 偶然听人说过街上 有个马快手 衙门中砖馆 击补的差役 家境很是富裕 于是便去附近采好点 打算到晚上就动手 正是傍晚回家途中 遇着一个叫张铁口的算命先生 二人眼神刚一对上 那张铁口就一把将他扭住的 你好大的胆子 也不想想自己做的什么勾的 竟敢大白天地出来闲走 打探人家的门户 且拉你到县衙走一趟 素颜大惊 指得任由他拖着 来到一个屁镜处 那张铁口却松开手 笑道 无需惊慌 老夫与你说笑而已 说完 大笑不止 素颜松了口气 也跟着大笑起来 随后便邀张铁口到茶馆坐下 请他看看自己后半生的运程 张铁口认真端向了一会儿 叹口气道 苦也 苦也 足下为人致孝 且又生就一副侠义心肠 只可惜吃亏在这双熟眼 恕我直言 足下日后必主饿死 依老夫于见 足下当速速悬崖勒马 切不可再做梁上君子 苏眼唯唯诺诺 点头应成 心里却暗想 除此之外 别无生计 若是命中注定 活该饿死 那是如何也免不得的 况且若是不做透 眼下就要饿死了自己 一条贱命道也罢了 只可惜 母亲为了养我寒心如苦 一辈子未曾想的一天轻浮 如今即便拼着这条性命不要 也绝不能让她老人家挨饿 只要等到母亲百年归天 死后 随她饿死病死都无妨 当下又和张铁口闲谈了几句 方才起身算了茶钱 拱手与她告别 到家后 唯恐母亲担心 在她面前只字不提算命的事 到了晚上 随手揣了 把匕首防身 趁着夜色来到马家 一纵身跳到院子里 前到礼物 正要翻 找财物 却听到门外突然有人来 指得一矮身躲在了床底 刚引住身形 一个标志妇人便推门入 来到床边坐着 却迟迟不躺下睡觉 像是在等什么人 苏衍在床下等得好不心交 呼听的两声轻微的扣门声 那妇人腾地站了起来 连忙走过去将门打开 一个男子闪身进了屋 想来这就是那马快手了 苏衍暗存 却又见二人形色慌张 搂搂抱抱倒在床上 接着那床就滋滋呀呀 动弹起来 苏衍躲在床下 大气都不敢出 等到云霄雨散 就听那妇人娇滴滴地说道 奴家向来与你商议的事 我这边已经收拾亭的 你断不可再迟疑了 那男人道 放心吧 小美人 我已经安排了船只 等你丈夫回来就结果了 他之后便同你扬帆远去 做长久的夫妻 保证让你永世快乐 男人说完便吟笑起来 妇人也跟着笑 接着便开始打情骂俏 听得床底下的苏衍 好不肉麻 忍不住 暗骂道 原来是对隐缘秧 我呸 过了片刻 二人突然安静下来 男子一转身 躲在了暗处 与此同时 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 妇人起身去开门 一个精壮大汉满身酒气 跌跌撞撞 走到床边 倒头就睡 请客间已经憨声大 他坐 妇人见他睡死 朝着暗处招了招手 那男子便捏手捏脚 走了出来 苏衍暗道声不好 他们这是要行凶手 便悄悄伸进怀里 将匕首握在了手里 果然 不过片刻 那床就剧烈抖动起来 苏衍王探头一看 只见那妇人 骑在醉汗身上 死死将其压住 那男子则用绳子勒住 醉汗的脖梗 眼看就要置其于死地 情况危急 苏衍连忙从床底钻了出来 拔出匕首 就给了那男子一刀 那妇人见突然冒出一个人来 吓得双眼翻白 顿时晕死了过去 脖梗上的绳索一松 那醉汗也行转过来 晓得是苏衍 拯救了 他爬下床跪拜道 我被狗男女谋害 长蒙壮士出手相救 活命之恩莫是难忘 敢问恩人尊姓大名 住在何处 想来你就马快手了 马大爷了 苏衍王将他扶起到 实不相瞒 小弟本名苏衍 绰号云中燕 今日潜入贵府 却是要做些不明白生意 因不耻这二人所为 故此显露刑迹 拔刀相助 实在惭愧 事到如今 苏衍也不再藏着掖着 虽将自己 前来所为合适 如何无意撞着奸情 又如何出手相救等 一一告之 末了才拱手道 在下做这个生意 不便见官 若能替在下遮掩一二 便是马大爷后勤了 马快手听后 哈哈一笑 遂取出几两银子送他道 既然如此 恩人也不便在此久留 些许伯丽聊表心意 大恩大德 容待他日再图报答 推辞不过 苏衍只得收了 郑宇告辞 又听得床上那妇人 深言了一声 眼看就要醒来 说时时 那时快 那马快手 突然从墙上取下妖道 奔到床边一挥 眨眼间 便送他到地府 与那男子做鬼夫鬼妻了 苏衍阻止不及 只得暗暗叹气 不过他也明白 倒也不是马快手心狠手辣 要知道司通本是重罪 更何况还要谋害亲夫性命 由此结局 也是他就由此取罢了 当下二人告别 马快手等到苏衍纵身上墙 消失在了夜色中后 方才扯着嗓子大吼起来 四邻被惊动 据来查看 马快手一拥手道 劳烦各位相亲做个见证 这对狗男女通奸在前 今日又趁我酒醉要害我 性命万幸 马某警醒的早 方才幸免于难 众人道 如此说来 是桌奸杀死了吴房 我等陪你去见官 给你作证就是了 不提马快手 自取出手见官 却说苏衍回到家里 何时见到他衣袖沾有血迹 便追问起来 见隐瞒不过苏衍 指得讲了在马家 家发生的事情 何时听后 连说了几声阿弥陀佛后 才埋怨道 你虽就得一人 却又害了两条性命 快将匕首给我 以后不许带出去 以免你又要行凶伤人 苏衍及时孝顺 自然一听从 过了几日 马快手亲自登门拜谢 又送上礼物 自此往来不断 二人道成了至交好友 之后又过得越渝 苏衍听闻城外金竹寺的 和尚吉父 就打算去走一趟 当夜三更 苏衍潜入寺中 不料却撞见几个和尚 同一伙强盗坐地分赃 于是便躲在暗处偷窥 看他分多分少 极致后来分到一个皮下当中 有个强盗笑道 那官的公文也在这里 如今他那乌纱帽 只怕是保不住了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却又有一个和尚 将那只公文 劈手夺过去 道 管他娘的 保得住保不住 且先拿给佛爷包银子 才是正经事 过了片刻 强盗分好银子 各自散去 和尚们也陆续回屋睡下 苏衍又等了半个时辰 却认重突驴已经睡熟 方才从暗中走了出来 逐渐搜罗过去 将他们刚分的银子 尽数席卷而去 回到家里 母亲已经睡醒 苏衍打开包裹 只见黄白累累又开一包 却是那包用公文包的展开 一看 尚有钦差与始皇 某某等字样 苏衍不敢再看 转头对母亲道 这关丢些银子 道不达紧 只是没了这东西 恐怕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此时不知急成什么样子了呢 何时道 此物我们留着无用 何不送还给的 就当作件好事 也可舍消你少许罪过 苏衍道 母亲言之有理 只是孩儿做的是不好见光 万一惹祸上身 只怕牵连不小 况且孩儿也不知 这官如今身在何处 叫我去哪里寻他 何时听了 觉得儿子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只得抛下此事 暂且不提 过了两天 苏衍有事出城 忽然远远看见马快手 在一艘官船上与人 说话 于是便立在原地等候 许久 马快手才下船 苏衍叫住他道 马大爷在此 有何功干 马快手见是苏衍 周梅素苦道 苏兄弟有所不知 在下连日为钦差 黄玉石在乌尼港被劫阳 奔走吃饭睡觉 都没有空闲 县里又每日催逼 甚至紧急 苏衍道 那艘官船就是黄玉石的吗 马快手道 正是 对了 苏兄弟本是高强 不妨也将此时放在心上 到各处时 趁便防法 若寻得线索 也可领包赏饮 买杯酒吃 苏衍指得含糊答应 马快手有差事在身 当下便拱手告别 回家的路上 苏衍暗自愁愁道 我若将那公文送去 又恐惹祸上身 若不送去 他们即便拿到强盗 也是枉然 心中左思右想 盗弄得进退两难 不知该如何是好 到家早早睡下 躺在床上又想了一夜 依旧伪觉不下 次日早起 忽然叹口气的 罢了 若不将此物送回 只怕他皇室 一家老小性命难保 叫我于心何忍 况且我一片好心送去 难道他还要难为我不成 即便那当官的没有良心 也自有天理 当下打定主意 便跪在母亲跟前细说 何时听后 频频点头赞许 见母亲手肯 苏眼便出门去寻马快手 要邀他同去 谁知转了几圈 不曾寻到 只得独自出城 来到官船前 问一个管家道 这船可是钦差黄玉使 黄老爷的吗 管家不答 反问道 你是何人 有何话说 苏眼道 我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 事关重大 要见老爷 还请速速通报 见他语气不容置疑 那管家便转身走了进去 续玉又走了出来 将他带到中堂 早有一人等在那里 苏眼跪拜道 老爷 可是黄某某某宫吗 那人自然便是黄玉使 听来人说出自己名讳 心里诧异 于是将他扶起来问道 正是本官 你是何人 苏眼道 请老爷平退随从 小人又要是禀报 黄玉使迟一片刻 一言将家人赤退 左右环顾了一眼 确认无旁人后 苏眼才从怀中取出一件东西 双手奉上道 这可是老爷的吗 黄玉使接过一看 大喜道 你从何处取得此物 苏眼不敢隐瞒 虽将来龙去卖详细讲了一遍 原来是位义士 难得难得 黄玉使忙请他坐下闲谈的两句 忽听外面有下人报道 马快手到了 黄玉使只得收好文书 让人请他进来 马快手大驳而至 见苏眼和黄玉使坐着谈话 不解其故 苏眼起身相迎道 马大爷为何到此 我为皇宫的事连日奔走 终于访得一些踪迹 特来报之 马快手转头给黄玉使行礼后 继续说道 在下今早路过金竹寺 立在墙下歇脚 却不料从墙洞中扯出半张破纸 定睛一看 赫然是半截封条 上书亲拆黄玉使几个字 要想是老爷之物 特来求老爷认一认 黄玉使看后洗道 这封条的确是本牙的 可见苏一使不欺我眼 马快手听的云里雾里 忙询问缘故 黄玉使将事情始末说了一遍 听得马快手又惊又喜 当即就要让苏妍作眼作眼线 作捕贼道的向导 拿人 苏妍以江湖中人自居 不肯作不义之事 所以推辞道 我冒险前来 只为皇宫一家性命 若要在下作眼拿人 恕我不能从命 话未说完 马快手打断他道 苏兄弟此言诧异 那伙人与你可不同 全都是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的江阳大道 俗话说 纵一恶则害百善 此时苏兄弟推辞不得 苏眼低头想了一会儿 道 马大爷说的也是 只是如此一来 我偷盗之事便掩盖不住 在下触犯国法 即便受刑也不为过 只是我老母亲却无人照料 这该如何是好 黄玉使道 无妨 我修书一封 许你将功折罪 你带去交给县令 他自然不会责罚你 说完便提笔写了书信 又取出二十两银子赏给他 当日 马快手便同苏眼 带着人来到金竹寺 将里面的和尚 全部拿住 众徒头还想抵赖 怎能有苏眼这个证人 将他们的勾当一一说破 最后指的招任 又供出各大道的姓名住址 马快手带人四处缉拿 不出数日 此案犯人全部捉拿归案 马快手阴破此案里的大功 被升任做了捕头 苏眼因有黄玉使的书信 自然免于责罚 只是知县却将他叫到跟前 告诫他以后不许再作案 从县衙出来 苏眼一步一挪往家走 行至太平桥 却见一个白发老者 搂着个浑身湿透的少女 放声痛哭 苏眼忙上前询问 那老者哭诉道 老汉姓唐 只生的这个女儿 前日他母亲亡故 因无钱料理后事 虽向梦园外借了十两银子 原本说好一年为妻 谁知那梦园外 偶然见着小女 便硬要娶她为妾 乘日来催逼 小女不肯 竟与头水自尽 幸好老汉发现得早 这才将她救起 十两银子便要一条人命 苏眼心中侧然 好生不仁 于是从怀中掏出那封赏银 从中取出十两递给老者 道 老人家不必烦恼 我这有十两银子赠你 可拿去了结这笔债务 若是那梦园外还敢纠缠 你就和她说 云忠燕不日定会上门拜访 唐家父女连忙双双跪下拜谢 苏眼忙将她们扶起 又劝慰了几句 方才告辞而去 回家见了母亲 说了这几日的经历 听得老人家一会惊一会喜 拉着她细细打量 见儿子除了胡子长了点 其他没什么两样 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次日 苏眼没有出门 在家陪着母亲 母子俩刚吃过午饭 却见那唐老汉领着女儿来拜谢 见苏眼还是光贵一条 便要将女儿许她 以报救己之恩 谁知苏眼却死活不肯推 一死道 在下伸出援手 实在是连你妇女二人落难 出自一片制成 并非有所图谋 今日若是应了这门亲事 岂不成了有心而为了 这番理由倒也是实话 不过当中还有一层 苏眼却不便说出来 她见那唐家女子生得非常娇艳 而自己除了偷到没个正经事做 如今知县又当面告诫 以后还不知道以何为生 正所谓两袖清风 怎敢误家人 故此 无论唐老汉如何劝说 母亲也跟着在一旁附和 她却固执几件 死活不肯应承 谁知那唐家女儿 也是个有性子的人 在一旁突然开口道 我嫁不 这是我的事 恩人取不取是你的事 总之大恩不可不报 从今以后 老夫人便是奴家的婆婆 改日少不得要来服侍 自此以后 隔个三五几日 便上门来帮着 将脏衣服收来洗了 又陪着何时说话 到了饭点 便自顾自跑到厨房忙活 到真像苏家媳妇一般 弄得苏衍哭笑不得 过的一段时间 先前得的赏银 已经花去不少 如今已所剩无几 苏衍内心胶着 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家闷得慌 于是便出门闲走 在街上闲逛了半日 正欲往回走 却迎面撞着 那算命先生张铁口 二人又到茶馆坐下 那张铁口打亮他一眼后 便惊诧道 恭喜恭喜 老兄如今满面阴志文 想来是暗中做了 行善积德的好事 日后不但不会饿死 且还有诸多好处 近的也不远 最多明日即可应验 苏衍听得大喜 付了茶钱回家 便告诉了何事 母子俩虽不知好处从何而来 却也偷偷乐了一夜 到了次早 起床灌洗完毕 却听马快手在外扣门道 苏兄弟 快快开门 我有大好事找你 母子俩对视一眼 按道 难道那张铁口说的是真的 开门迎了马快手进来 只见他一脸喜色道 恭喜苏兄弟 前日黄玉使又有书信 传道他在信中 向知县大人举荐 说你为人鸡警 武艺高强 要他收你在衙门当差 知县大人同意了 以小的我们相熟 辩差 我来请你去报道 母子俩一听大喜 这座快手虽然辛苦些 但不管怎么说是吃工家饭 也算是有个正经事了 当下苏衍卸过马快手 换了身整齐衣服 跟着他去县衙报道了 自此以后 苏衍成了宫门中人 每月都有凤银 凤阳母亲自然不在话下 又见那唐家女儿初心不改 便找到唐老汉商量 择了几日 下了聘 定好了婚期 到了大喜之日 吹吹打打将其取进了门 婚后夫妻 恩爱一同服侍 何时乐得老太太 盛着合不拢嘴 倒是想了二十多年的轻浮 直到八十多岁才去世 好 好